Toni 是一位摄影系的学生 他正以时速126英里的速度降落 这是他第一次体验自由落体摄影 他在录影的同时也在拍摄绝妙的相片 Toni 在全程只用了 一只手机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企业教练千金方的节目 我是代班主持人Seline 各位朋友我们要延续前几次 我跟大家一起这个谈的主题 就是买屋的交战手册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谈 要怎么样买到好房子买到好屋 那最近那个第一季 整个这个就是所谓的房屋市场行情 已经都统计出来了 那我们就发现 当然在这一季里头跟去年全年相比 事实上的确整个在这个成交量这个部分 事实上是萎缩了很多 但如果是从单月份来看的话 我们会看见 比如说我们拿台北市来看 台北市三月份的买卖的那个房屋 移转的数量是2960栋 就比上个月 两月 二月份 增加了大概有500多栋 那 所以呢可以想见 就是三月份 其实整个的一个市场是回温了 那当然二月份因为是刚好过年嘛 过完年 所以整个事实上是 这个还酝酿在过年的这个气氛里面 而且因为整个景气的一个关系 所以量其实是就是比较萎缩的 所以三月份理所当然的多 这个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我们跟去年来比较的话 你知道去年我刚刚说 台北市的三月份是2960栋 那去年台北市三月份 是5537栋 所以你就知道 哇这中间的差距好大 所以整个的确从去年奢侈税推展以来 整个房屋市场的确受到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 而且我发现 就是从统计数字来看 整个的一个买卖的一个这种就是状况 其实高雄的买气显然要比中部跟北部要来的好 那这大概也可以呈现一个现象 就是上次我们有提到 整个因为奢侈税打下来的时候 台北市呢 毕竟它还是大家非常非常想要居住的一个地方 所以整个台北市的房价呢 在价格上面并没有松动 所以显然在南部 在价格上面的就比较有可以谈的空间 那相对之下因为房价也比较低廉 所以反而在南部的买气 反而就是比台北要来的好 那在这个三月份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数字 我要给提醒给大家 就是所谓的中古屋的买卖 就是二手屋的买卖 平均的房价是53.3万 一平是53.3万 所以你看到台北市的房价还是很惊人 还是要超过50万 那那个新北市的这个房价的平均是36万 所以你从这边你大概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整个台北市跟新北市 其实在房价上面呢 对大多数的人来说都还是非常非常的吃力的 那在这个就是预售屋的部分 那个整个新北市跟台北市 大概整个那个预售屋的部分 都已经开价都超过80万 所以你看看整个在这个 房地产这一个部分 真的买房子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所以我想从这些数字来看 我们就可以看到 显然整个奢侈税所造成 当然不只是奢侈税 我想就是说大家也常常都会很感慨说 这么多年来台湾的这个薪水都没有变动 所以显然大家的所得也都一直并没有成长 那房价在成长的情况之下 当然对大家来讲都是很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也看到 就是说显然在这样的一个相对的 这种政策之下 在相对的我们的收入没有增加之下 就整个买气来讲 其实台北市的一个这个 就是不管是台北市或者整个其他的一个外线市 显然在整个这个成交的这一个部分 事实上现在都是往下走的 所以这往下走 当然对于所谓的要购物的人 坦白来讲这是一个好现象 也就是说我们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个行程 叫做买方市场 可是我还是要提醒一点 就是说虽然从量来看 似乎想要买房子的人是有机会的 可是刚刚我们也从价格上面来看 你会发现其实还是居高不下 所以现在真的形成的是量没有成长 可是价格似乎也没有 几乎是没有跌多少 几乎可以说是持平的状态 那接下来的一个状况就是 我们知道整个最近的一个股票市场 又开始往下跌 虽然曾经往上涨 然后现在又往下跌 然后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景气的状况 看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的乐观 那欧债的问题好像持续 虽然现在没有惊爆弹了 可是显然好像也还没有解决 然后我们国内现在正在面临 很大的一个冲击 就是所谓的油价上涨 所谓的电费上涨 水价要上涨 所以所有的这个民生物品 都开始要涨声连连 好当整个收入没有增加 然后整个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消费 又要造成负担的时候 坦白说这时候对于想要买房子 这一件事情可能很多人真的是会心有原力不足 可是我们也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从房地产市场上面来看 从经济的一个反应的现象来看 又会有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当整个物价开始往上飙涨 也就是所谓的很可能会形成所谓通货膨胀 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通常你知道吗 在理财这一个部分呼称会最高的就是买房子 为什么因为买房子会被认定是一个最保值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的市场现在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的矛盾的状态 就是一方面想要买房子的人 可能会因为经济的情况没有办法负荷 所以买不起房子 因此如果你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宽裕的人 你可能还是会持续的买不到房子 但是对一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人 他们现在在面对通膨的状态的时候 会把买房子这件事情放在前面 所以我们整个市场上会变成了一个相对的一个这个极端的现象 就是拥有两栋以上房子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 可是买不起一栋房子的人可能也会增加 好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还需要再观察的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到底对房市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事实上可能我们都必须要很密切的注意整个的一个波动 好那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谈了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这么诡决的情况之下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选择买房子 前几个礼拜我跟大家谈了一些买房子的一个观念跟态度 就是你一定要买好房子 那你要买好房子你当然要拥有资讯嘛 然后你要买好房子你一定要知道房子在哪里 有哪些房子是可以买的 有哪些房子是要卖的 你要有这些东西 因此要掌握这些当然就必须要找专家 那专家就是所谓的这个房地产的专业人员 也就是所谓的仲介公司 所谓的代书所谓的预售的销售 这个销售的公司 好所以要怎么样跟这些所谓房地产的这些专业的人来互动 这一点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做的一个讨论 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要选择一个仲介公司的时候 还有选择仲介公司之外还要选择一个好的经纪人员 所以首要就是说我要进入真正的要去买房子 要去看房子 我必须要跟这个预售或者是仲介 会我刚刚讲代书来做一个互动 那借由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去找到一个 帮你能够做比较好介绍的这个经纪人员仲介人员 好所以我的建议是第一个你先选仲介公司 然后再选择经纪人员 所以先选仲介公司 上一次我已经跟大家谈过了 就是我们在业界里头 因为其实仲介公司是受到整个的一个经济条约 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这个限制的 因此按照道理来说 其实在整个法律的遵守上面 是要非常非常的就是守法的 如果你不守法的话 其实是处罚是很很重的 而且我上次有跟大家谈到 当发生纠纷的时候 其实大多数的法律 消保官都会站在消费者那一端 所以其实仲介公司按照道理来讲 他其实问题不大 可是任何一个行业 一定会有所谓的这个粮幼不齐 一定会有所谓的鱼木混珠 上次也跟大家提到 就是说有一些仲介公司 其实他本来不是仲介公司 他可能是原来的投资客 然后后来他在这个市场里面赚到钱 因此他就成立了一家仲介公司 可是这个名义上的仲介公司 其实私底下他还是在做他自己的一个 这个投机的行为 所以就会有 我上次提到类似像什么三角街 或者是这个就是产权不清 等等 那种这个房子还没有买 还没有转手 还没过户 他立刻就已经找到那个买方 然后又要继续卖 一个房子一卖再卖 可以卖三四次等等的 类似像这样的一些 比较走在法律边缘的 那这样的一个仲介公司 当他一旦违法的事情曝露的时候 曝光的时候 他马上就把公司收掉 然后另外再去成立一家公司 因此业界里面不乏有这样的一种 比较不肖的这个业者 所以你要去接触仲介公司的时候 你当然第一个要先分辨 就是我刚刚讲 哪些是合法的 哪些是非法的 那要找到合法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我们先看看市场上面 这个就是说是 已经在这个市场上面 成立有一段时间了 那你要知道 你要怎么知道 他成立的时间呢 各位还是再强调一下 现在是一个 这个资讯透明化的时代 任何事情 当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 一个老兄叫做Google 你就去Google一下 Google一下 这家公司 他们成立的一个年资 他如果已经成立 五年 七年 十年 二十年 那么 可以成立这么久 而没有 这个 这个出问题 那就表示说 他基本上都还走在 法律的一个路上 好 那这个就算是一个 比较可信赖的一个公司 好 那我们找到了这个 可以信赖的 这样的一个守法公司之后 你不是找仲介公司就好了 接下来 我们还要选择 经纪人员 这个业务 中介人员 虽然公司可能是合法的 可是不表示 每一位经纪人员 每一位业务人员 都是可信赖的 我想从事业务工作 因为那个背后 当然会有一个 很重要的动机 就是赚钱 业务人员 他当然都是 很希望透过业务的工作 能够赚到钱 那因为赚钱的 这个利益的一个驱使之下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业务同仁一样 跟我刚刚提到 仲介公司一样 会有所谓的 良幼不齐 会有所谓的这种 观念 价值观上面的 一个差异 然后也会有 个性上面的 积极跟消极 所以你必须 这个好好的去 领选一个 这个好的 这个业务人员 那你要领选 这个好的经纪人员 唯一的办法 就是要跟他们接触 你就是要跟他们接触 那当然 你要先了解 自己的一个需要 比如说 假设 你是一个 这个首购族 你是一个年轻人 你以前没有买过房子 那你可能要找的 就是那个服务 很热心的 你可能不是找那种 这个已经 在这个业界里面 非常有经验 20年 30年 然后他已经是 一个top sales了 那结果呢 他跟你讲什么 你都听不懂 因为他太专业了 那很可能 他也会不耐烦 对待你 所以反而 你可能这个时候 你可以找的是 一些比较年轻的 那他可能 这个工作态度 非常非常的好 服务非常非常的热忱 也许专业程度 没有那么的到达 但是他愿意陪着你 慢慢慢慢的成长 你还记得上一次 我们曾经邀请 有一位 我过去的这个同事 我的朋友 安琪 来到这个节目中吗 像安琪 他就是进到 这一个领域里面 短短的才一两年 可是呢 他的那个成绩 非常非常的好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非常非常的 具有那个服务的热忱 他可能在整个专业上面 比不上 这个就是公司里面 其他资深的 这些经纪人员 可是啊 他的那个服务热忱 就可以帮助 这个买方 可以找到 他比较理想的这个房子 所以如果你自己 是一个首购族 如果你对于房地产的 这个经验 还不是非常非常深的话 那你可能要找的是一种 比较有服务热忱的 这样的年轻人 那你就要多接触 在接触的过程里面 慢慢慢慢的去 跟他做一个核对 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 好 那这是第一步 我们要找到一个 可以信赖的经纪人员 好 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 回来之后 我们再继续来谈 怎么样 这个跟仲介公司来打交道 怎么样透过仲介 这样的专业人员 来帮我们找到好的房子 休息一会儿 再回来 我们先继续来打交道 我们再继续来打交道